俄罗斯远东无人区的挑战时间已经过去一半 起立着自然风光和原生态的河畔营地 袭击着老王和毒药浮躁的灵魂 然而他们能否在这最后一天完成挑战目标呢 这是一个关于环球旅行和海调冒险的故事 这也是一个关于普通人为梦想而战的故事 这里有写字楼里看不到的风景 这里也有水泥文明里名略不到的猎奇 现在请跟随我们的镜头去看看那些即将成为绝版的瞬间 去看看那些会持续进行下去的挑战 而这个故事的名字就叫做 环海战绩 第二天 老王二人起得很早 独药跟他说自己反思了一晚上 他们研究着今天的调法带着对目标的紧迫感拿起调杆出发 今天那个是我们到那个远东无人区库比河营地做掉的最后一天 明天我们早上五点钟就要离开这个地方 但是据我们定下的目标 两天完成一百尾各类马哈鱼钓货 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说今天我们现在做好了 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我这些鱼钩已经都换成了新的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崭新 非常的新 都是崭新的鱼钩 全部换了 就保证它足够的锋利 兵分两路 优秀的船长们载着他们向上游新的吊点进发 伊万船长带我们来到了今天的第一个吊点 然后他让我们面对着整个河道的主要的主河道部分 然后在我们的右手边进行飘头 我刚开始准备用这个塑料片 但是伊万说让我还是用这个米诺试一试 今天率先种鱼的是毒药 看来这一晚上的反思没有白费啊 你看他兴奋的样子 我们的伊万呢 他刚刚已经换了一个比较大的耳 哇你看在那个地方 我来了 非常漂亮 昨天那个毒药送给我一个新的轮子 然后是那个 C-Malo的顶级的Skyla 然后真的比我之前用的那两款轮子 要送花太多了 嘿 嘿 小心吗 好了 远远地看着毒药那条船 老王发现毒药又种鱼了 他熟练地操作着钓杆和鱼轮 来确保这条鱼就算是钻入船底也跑不了 worthless 好 这个 paddle 别原理 口 好 实际上 哇 哇 银子 银子 马苏马哈 不是银子 这个是大的马苏马哈 非常好的 这是个马苏马哈 这个鱼非常有劲 真漂亮 银色的鳞片 这个应该有个 七八斤 哇 中了吗 好 然后呢我们今天的目标 又往前进了一步啊 今天的毒药 开启了联报模式 职业钓手的状态终于回归 好 一条雄性的银子马哈 煤球那条船路过老王的钓点 大家脸上的表情似乎 对钓货不太满意 在毒药连续表演之后 中鱼的任务 也该交给老王了 你看一万现在拿 拿到网中的给我抄起来 哇 好 这是一位磁性的 那个铼背马哈 哦 我们让他回家 啊 good 钓货放流 这就是我们路亚的精神 是我们钓鱼人的精神 如果我没有据错的话 这应该是上午的第八尾 两天目标以来的一共的第四十 昨天三十八加八 四十六尾 刚才那一位是个母鱼 虽然它的鱼子酱很好吃 但是我们还是把它放流了 因为我们现在钓的 必须是淡水 ok good 然后你看一万 他种了一条比较棒的 他把这个竿子交给我了 他说这条鱼可能会比较大 然后他用了另外的尔 然后我们拉上来看一下是什么 虽然这个大马哈鱼 这个力量比刚才咱们的鱼大 但是呢 它跟咱们在那个其他地方 海里面钓的鱼是不一样的 你看它有很漂亮的红色和背部的斑点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哇 太大了 这就是力量没有完全卸掉的原因 好 那个我们拍张照 然后一万说这条鱼 咱们可以中午拿来做我们的午餐 起毒药之后 老王同样开启了连拔模式 鱼的数量和种类突飞了 这已经是今天的第七条鱼了 库碧和两岸的原始森林 不断被他们抛在了身后 两条船一起转移钓点 沿河搜索 我们现在来到了今天的第二个钓点 大家注意看一下在我的右手边 正前方是主河道 右前方是一个岔河 这种地方的话 刚好是两个交叉的点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两点钟方向呢 就形成了一片结构的漩涡 这种地方一般来说 会是马哈鱼在这里喜欢待的地方 哇中 哎呀脱了 可惜了可惜了 中 哇脱了 新的钓点 老王和毒药都有中鱼 也都有脱钩 我觉得这一片结构其实是很漂亮的 但是为什么一直没有遇到咬口 你好不容易遇一个咬口 结果还跑了 哇好小 中鱼了 马哈 是马哈鱼的 母的 哇这水好清澈 哎 这鱼被受伤了 一会我们把它放走吧 哎 这不是马哈鱼 这是亚螺 哈 我们今天又有一个新的鱼种哈 这是菌鱼类的 这个亚螺不一样 哇太棒了 这是一个新的鱼种 真的 哇没想到它也连这个塑料片 它也咬 这应该就是 主要种的刚好是我们的第80位 现在据我们今天要完成的目标 还有20位 我们继续加油 哎 我现在重新做结 这个地方 没有绑好 重新做一下这个千道线这个结 松掉了 所以说咱的耳留在那个 爱上 一会我去拿一下 船长一万 又开始用刚钓上来的马哈鱼 制作今天的鱼子酱了 看来做鱼子酱这件事情 是他们时时刻刻都要坚持的习惯 行 那我们过去试一试 啊 这个是那个早上独药种的那一尾马苏马哈 然后呢 刚才伊万叔叔已经帮我们把这个鱼子处理了一下 然后等一会儿可能他要用一点盐来给他腌一下 然后我们中午就可以吃这个新鲜的鱼子酱 然后另外呢 他已经把那个马苏马哈的肉也已经片成了三文鱼生鱼片 然后我刚才看到小文已经吃了一块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 把腌开到我们中午吃饭的地方 然后大家中午一起去享用这个三文鱼的鱼子 还有三文鱼的鱼肉 现在我们过去把那个儿捡一下 放到木头上了 最后一个 这个儿我不用了 我 我觉得这个儿太多在多那了 我靠 都捡回来两次了 但老王没有想到的是 这次捡鱼儿的过程 却让他错失了一幕非常有纪念意义的瞬间 毒药 毒药命中了一尾特殊的鱼种 而这条鱼就是由水中大型猫之称的折罗龟 可 这鱼系统实在 如今一件到来 有了 这次走鱼柜 由于当地法律的保护 和人们环保意识的强烈 小文和船长非常紧张这条鱼 生怕他们给他造成了伤害 一直催促毒药 尽快放走他 哇 酒多贵啊 怎么样毒药 恭喜我吧 恭喜你 怎么了 你干什么 我的一尾顶十尾啊 折罗龟 对了 对了 哇照片呢 拍了照片没有 多大 小文呢 小文呢 小文不大 大概这么大 哇 还洗了几次塞 哇 在哪个地方种的 就那个树桩那个地方 对对对 再往前一点 再往前一点 就那个地方是吧 哇 哇 我追行了两天的折罗龟啊 你先掉了 有机会有机会 有机会 你的数量比我多了 但是你一个抵我十个了嘛 如果要把那一条折罗龟算成十个 我们只差十尾就满足一百尾了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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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午接着干 我下午接着干 真的加油加油 哇 船不断在开往新的掉点 掉货的数量也在一直上升 根据定好的规则 德罗龟算十尾 但是总数量的上升速度 并没有达到二人的预期 眼看又到了午饭时间 经过点算 加上煤球那条船 他们一共已经掉到了95尾 还有差不多三到四个小时的时间 各种水底的结构 考验你的抛肝基本功 神仙难钓五十鱼啊 其实种不种鱼 在这种环境里都已经心旷神怡了 午饭跟昨天一样 新鲜调货就地烹饪 不同的是 今天的午餐加入了刚刚腌制好的鱼子酱 这常鲜的等级又升高了 此时在场的各位心里 应该都有那四个字 就是不枉此行 吃过午饭 正是进入了这次挑战的倒计时时段了 现在我们开始挑战我们 第96尾鱼 也就是我们还有最后的五尾 现在已经是下午三点半 抛肝 种鱼 收线 大家都不示弱 错了 就想着能尽最大努力就好 在我的前方 不停的有鱼再跳出来 种 个体很小 哇 96尾 头背马哈 虽然不大但是力量还可以啊 放流吧 拿钳子我来给它放流 好 今天的第96尾 好回去了 走了 看老王找那个点是个 鱼窝窝呀 中 哇 big size 很大 哇 离目标越来越近了 爱死你了 放心 放心我会放你的 哇 顺利上啊 97了 好 走了 好 主要还有三尾 你就气我吧 还有三尾 三点零五发 船长说我们今天必须 在四点多 回营地 我给它换到那边 虽然我们来的这一片吊点 可以算是梦幻吊场 每一个细小的动作和窑口都不能放弃 我要来蹭蹭老王的吊点了 来吧来吧 我这儿很多 有一个窑口 有一个窑口但是 供敏 追了一下 吐了 我们现在这个河道很狭窄 它是一个主河道的一个岔流 刚好是一个V字形的 然后这些马哈鱼非常的悲壮啊 它们在完成了最终的产卵和繁殖以后 成年的马哈鱼 因为过度的体力消耗最终 就会累死在 这个库比河里面 每隔三到四年 它们这样重复一次这样的行程 我觉得可以算是生命的奇迹 哇果然我这个地方 是很厉害 这就是98尾了 慢一点慢一点 脱了吗 好像不在 好像是跑了 哇 独家刚刚换到我这吊点就立马 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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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钳子在这 如果是母鱼的话 我们就 把它放了吧 你这是一尾母鱼 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就给它放回去吧 把它自己给缠起来 我知道你刚才为什么感觉松了 因为它这个母鱼 它力道要比刚才要小 钳子在这 我这有 你这有是吧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就送它回去 98尾啊太棒了 还有最后的两尾 看谁中到第100尾啊 谁中到100尾 今天晚上 多喝一杯啊 放它回去了 中 哇99 99 99啊 跑了 啊我的耳呢 我的耳呢 哎 伤心啊 你的耳也没了吗 对啊 他们的钢子还有啊 好 谢谢 今天损失了这是第三个耳了 好算这个耳还不算太多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枚塑料片了 此次俄罗斯的汉钓之旅 能够有这样的钓货 能够有这样的钓货 我内心里 非常欣慰啊 毒药 我觉得这么好的鱼琴 在永生之年 能够控制到 目标羽众也钓了不少种 对而且我们一直细细念念的折楼龟 在今天上午 毒药也已经 实现了目标 而且我们此次钓货的 一出折楼龟就有点激动 有 头北马哈 马苏马哈 雅罗 银尊 折楼龟 在不久的将来 我可以带更多的朋友 来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来体验我们 这种不一样的钓法 和这么棒的鱼琴 现在多少尾了 98尾已经完成了 还有最后两尾 还有35分钟 但是 现在没有你的机会了 没有我的机会吗 可能没有你的机会了 你要把这剩下的两尾完成吗 对啊 好 那我现在看 谁能够钓到最后的100尾啊 距离4点钟 还有15分钟 都要怎么办 少说话多办事 希望99尾 这里钓到 最后100尾由我来完成 中了吗 哇 真的99尾它中了 果然我看见了 白色的 还是投背马哈 是直性的还是雄性的 雄性的 还有一步直摇啊 哇 哇塞这个摇的太死了 老王 啊 最后这一尾的鱼 准备机会让给你了 这不好 我帮你倒几十万 我用我最不擅长的钓 不要不好意思 我用最不擅长的钓法 和最不擅长的这个 最不好用的鱼儿来完成这100尾的挑战 好啊 最后五分钟吗 对了 三十秒一干 那还有十干的样子 钓鱼这件事的魅力 就在于它总是充满了不可预知性 谁也不能保证 接下来到底还能不能中鱼 这时 第八干 连本来想把最后机会让给老王的毒药 也坐不住了 老王 最后一分钟了 我们最后一干了 我们现在还是99位 距离我们的最终目标还差一位 希望就在这一干 或许遗憾也在这一干 来吧 一二三 走你 你说这一干如果没中鱼 我觉得其实也是一种经历 你说呢 也是一种胜利 诶 人中了 人中了 就这样了 挑战失败了 二人离终极目标仅差一位 明年吧 明年再来 美丽的库碧河无人区 似乎也充满了他们惋惜的情绪 世事总难完美 当你尽了最大努力后 如果没能如愿以偿 那么 你是否会为你所付出的努力感到虽败尤容呢 看到这里你也许要问了 这一集名字叫做熊掌与鱼 整集可以算是鱼的狂欢 那么熊掌呢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已经讲了一整集的鱼了 那么我们另外一个主角熊掌在哪里呢 现在我们将有请我们的厨师 把我们的熊掌给大家呈现出来 请来 看到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重量级的内容 熊掌 我们的熊掌大家已经看到了 已经上来了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开动吧 准备 鱼和熊掌 我们给您都备齐了 你要跟我们一起出发吗 这个这个好大 那我们拿两个粉色的 马上 好吃 是 这个我们再打个电话看看一遍 找工具修一下看看能不能修好 看看能不能修好 你